首先我們要先要找到一個面板 我們用的第一種方式是很適合 很適合什麼 就是字寫的漂亮的 字寫的醜的你就不要 這個方法你可以不用學 我們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你必須要找到一個面板 叫 Motion Sketch 這個中文基本上就換作塗鴉 所以我們在 AE 這邊 你先找到這個面板 Window 你看看有一個叫做 Motion Sketch MOT 在這裡有沒有 預設是沒有打開的 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 應該會在你的右下角這裡 跑出來 這個地方我把它放到這裡來好了 有沒有 會有個像這樣子的面板打開 你要有這個面板 才有辦法做我們待會兒要做的事情 所以找到Window裡面 有一個叫 Motion Sketch 如果前面有勾勾就表示已經打開了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你要開始做之前 我們先需要有一個 completion 跟要有一個塗層 因為這個面板 它實際上會自動幫我們把你寫的過程 把它抓下來 我們現在就自己來開一個新的合成 這邊開一個新的合成 什麼名字沒有關係 按下 OK 但是一般來講我會把背景變黑色的 所以我把黑色的背景設定一下 OK 第二個 再增加一個空白的圖層 所以我到Layer New Solid 我需要有一個空白的圖層 來幫我記錄一下 你所寫下的是什麼內容 按下去 什麼顏色 什麼名稱 沒有關係 好 我就按下 OK 接下來的話 我們如果想要把這個路徑抓下來 有一個前提 你可以按下 這個 Start Capture 但是呢 如果你怕說 你寫的速度不夠快 或你對這個路徑 你還沒有練得很熟悉 什麼時候用到這種空間 你就看 像很多的藝人 或名人在簽名的時候 有沒有 他們為了簽快一點 有沒有 然後就 就寫完 一筆畫就寫完 你現在也要維持這個精神 好嗎 要把他練得很熟 必須一筆畫完成 你如果沒有一筆畫完成 法屬一放開 就沒了 他就停止截取了 所以說 這個要注意一下 那你如果怕你來不及這麼快 你可以把抓的速度變慢一點 也就是說呢 你慢慢寫 他就慢慢抓 假設我變成50 那代表說 你現在寫的速度就是原本一半而已 這樣有沒有了解 那如果你希望他幫你做一點磁木石 就是把它平滑畫 這樣你寫的過程裡面 相對的就會 路徑會比較沒有那麼 所以就是漸漸腳腳的 這個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好 那我假設我先用百分之百的 來我們看一下這裡 當我按下這裡 Start Capture 各位不要客氣喔 按下去就要準備寫了喔 如果你按下去之後還在遲疑 等到他跑完了 你會發現他會卡住一段時間 所以我現在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我在動 對不對 放開了 他就把我的路徑抓下來了 那抓完之後到底他會變什麼 你看一下左下角 我是一個空白都城 當你這樣做了之後 他其實就幫你把你的路徑記錄下來 有沒有發現我後面一堆關鍵格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看到上面這樣一點一點的 其實這都是關鍵格 那我很強烈建議各位 如果你真的寫錯字或寫得不好 你千萬不要想說我要一個一個慢慢調 這樣你會瘋掉 你寧可怎麼樣 重寫一次 等度 或重抓一次 比如說我覺得剛剛我寫的來不及 那我把速度變慢一點 這樣他抓的時候 會自動把固調變慢 所以我再按一次 Start Capture 有沒有感覺我這樣子 兩秒才抓完 對不對 他抓的速度變慢 抓的速度變慢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是寫那麼快的 沒有辦法就是維持很快的速度寫完 那你就慢一點 當然你用這個方式來塗壓也是一種方式 所以如果你只要畫一個東西 只要是連續的筆畫 記得一定要是連續筆畫 因為你花鼠一半開 他就停止抓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可以先試看看 看看你覺得哪一個速度比較適合你 你自己想要寫的內容是什麼 你可以先把它寫一下 你可以先把它寫一下